1992年6月 河南省财税专科学校的女大学生 李云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被公安当场逮捕归案 据调查 李云竟然在学校食堂内 投下700克皮霜 导致803名学生中毒 真可谓是丧心病狂 1992年6月18日中午 河南财税专科学校的大学生们 在食堂吃饱喝足之后 纷纷回到宿舍休息 可是就在这时 意外突然发生了 学生会主席急匆匆跑出了宿舍了 静直冲向了校长办公室 他粗鲁地推门而入 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校长 不好了 出大事了 今天午饭过后 我们班有十几名同学 突然出现了头晕恶心 上吐下泻的症状 而且我在来的路上 也听说其他班级和其他系的同学们 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 我感觉他们好像是食物中毒了 学生在学校里中毒 这可不是小事 校长不自觉地打了个哆嗦 二话不说就急忙冲了出去 此时 学校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宿舍里 楼道里 食堂里 教室里 厕所里 到处都有学生哭爹喊娘 呕吐哀嚎的声音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食物中毒也在进一步蔓延 短短一个小时之内 中毒的学生就已经突破了六百人 他们在短暂的上吐下泻之后 相继出现了高烧不退 无尿神经性 功能障碍等症状 这说明毒素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 已经开始在人体内疯狂肆灭 事情越来越严重 有一发不可收拾之事 此情此景 让校长顿感如坠冰教 中毒的人数如此之多 恐怕难以善了 到时候教育部问责是小 怕就怕学校在家长们心中 失去了公信力 一切就真的完了 让校长更加绝望的是 此刻的医务势力已经人满为患 学生的生命危在旦夕 如果毒素持续深入 却找不到缓解之法 万一闹出了人命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于是 校长只能打电话求助附近的 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 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 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军队 五大综合类院校之一 校内有住点医院 医疗条件十分先进 由于人命关天 因此电话接通之后 校长不敢有任何废话 他带着一丝哭腔 语气颤抖地表示 你好 我这里是财税专科学校 现在有六百名学生 食物中毒 人数还在持续上涨 请你们马上派出有经验的 医生和护士帮帮我们 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的领导 得知情况之后 马上表示了高度重视 刚一挂断电话 他马上就给校医院打电话 下令暂时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 立即派人去财税专科学校 有数百名学生食物中毒 速度要快 生命不是儿戏 学生们可能坚持不了太久 命令下达后不到半个小时 医生就开着救护车 驶入了财税专科学校 到了现场之后 医生却顿感一个头两个大 因为中毒的学生实在太多了 乌泱泱地根本看不到头 为了合理运用医疗资源 医生立即做出了一个决定 中毒轻症患者 再是留在财税专科学校就诊 中毒重症患者 迅速转移到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的急诊 大楼治疗 可很快 医院床位就开始告急 最终医院在万般无奈之下 只能申请改造学院的招待所 然后临时抽掉了一部分人手 组成了医疗小队 将中毒的学生转入其中进行抢救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仅食物中毒的学生越来越多 而且重症患者的人数也在激增 这种巨大的医疗压力 已经远远超出了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的承受范围 由于姿势体大 根本掩盖不住 因此两所大学的校方 只能将六百余名大学生食物中毒的情况 将上面做了详细的汇报 希望组织更多的医生 到现场进行抢救 消息一处 河南郑州全是震动 六百余人食物中毒 这绝对是河南有史以来 最大的中毒 绝对不能有丝毫松懈 在四个小时之后 接到市政府命令的郑州卫生局 和市公安局派出了大量人手 火速赶往现场展开救援 一直忙碌到当天黄昏 六百余名食物中毒的大学生 才全部转入了郑州市人民医院 河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以及河南省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并且初步得到了控制 虽然学生们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是公安的调查工作 才刚刚开始 一般来说 食物中毒分为两种 化学性和生物性 为了查明真相 公安立即封锁财水专科学校 对食堂当天中午的13种饭菜 进行了抽样检查 结果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公安在其中竟然检测出了 大量的三氧化二身成分 也就是人们熟知的皮霜 属于剧毒物品 大学校园的食堂 竟然出现了皮霜毒药 开什么玩笑 财水专科学校的校长 顿感一阵头晕目眩 直接瘫软在地 不过 现在并不是追责的时候 治病救人最要紧 皮霜虽然是剧毒 但是并不是无药可救 一种二球鸡丁二酸的药品 可以化解刺毒 可问题是 这种药品属于特效药 停食根本用不着 因此郑州市内的存货很少 就算是翻遍了 所有的医院和药店 也只找到了30克 这么点药 对于600余名中毒大学生而言 无异于杯水车薪 郑州市政府在无奈之下 只能通过河南省委 向全国求助 寻找二球鸡丁二酸的特效药 万幸的是 很快就传来了好消息 次日凌晨4点左右 上海医药公司准备了大量的 二球鸡丁二酸的整装待发 可是就在这时 出现食物中毒的大学生 人数越来越多 已经达到了803人 其中重症患者达到了743人 甚至还有一小部分人 出现了休克 昏迷的现象 情况已经万分危机 于是河南省委的电话 再一次打到了上海 他们表示时间来不及了 希望可以提速 再提速 随即药公司就向上海市政府 递交了空运方案 获得了副市长全力支持 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由于时间和空中管制的问题 上海飞郑州的航班已经全部停飞 医药公司只能向航空公司提出了紧急申请 在了解了具体情况之后 航空公司不敢有任何怠慢 马上协调更改了一架 从上海飞西安的航线 要求飞机中途暂时被降郑州 4月19日中午11点 上海市机场全面启动了绿色通道 医药公司将840核 整装着803名大学生生命希望的 二球机钉二酸那特效药 整列装机 两个小时后 也就是下午一点 飞机被降郑州机场 而市政府和卫生局的领导干部 早已恭候多时 拿到840核特效药之后 马上分发到了个大医院 截止到下午5点为止 803名中毒大学生的病情 基本得到了控制 身体开始好转 而处于休克昏迷状态的重症患者 也慢慢恢复了意识 劫后余生的喜悦 顿时营绕在了每一个人的心头 就在这时 河南省委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 电话是北京打来的 在电话里 高层领导向所有食物中毒的学生 以及尽力抢救的医务工作者 传达了党和国家的深切关怀和问候 同时 领导还要求河南相关部门 不仅要对学校的失职人员 进行严厉问责 而且还要严肃追查 该次特大使 误中毒案的幕后主使 必须严查严办 同样的错误 绝对不能犯第二次 国家重视是动力 但是更是压力 郑州市公安 路住财税专科学校的四天内 度日如年 每一名干警都是茶饭不思 也不能寐 要知道 这可是803名大学生中毒 拿数百条活生生的人命开玩笑 几乎是天都捅破了 下读者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此时 公安对食堂的勘验调查 也基本结束了 毒源是两袋面粉 里面混含着超量的披霜剧毒 可是 公安对食材供应上 以及所有接触过面粉的厨师 查了个遍 均未发现任何可疑的现象 于是公安只能采用最笨的办法 对郑州市过去一年之内 所有的药店 中药铺购买披霜的交易往来记录 进行查证 逐一核实 毫无疑问 这样的做法 完全就是大海捞针 6月24日 803名食物中毒的大学生 全部脱离危险 并已出院 而且有部分轻症患者 已经开始返校 就在这时 案件的侦破 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据返校学生回忆 90级税务办 有一名叫李云的女学生 可能有问题 第一 食物中毒案发生的当天中午 她并未到食堂吃饭 而是一个人在宿舍里吃泡面 第二 李云在案发前一天 买了一副塑胶手套 第三 她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 她恨这个学校 恨这个学校的一切 李云的反常行为 马上引起了公安的高度怀疑 于是公安马上对她展开了调查 可不料 学校里竟然传言 李云在今年夏天 可能会被强制退学 公安听后大势一惊 一个年仅21岁的小姑娘 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 为何会突然被退学呢 李云被强制退学的问题 还没有搞清楚 就又有学生爆料 食物中毒案发生之后 有一些幸存的同学 感到十分疑惑 他们表示 为何不把披霜投入蓄水池 而是下到面粉里 否则的话 恐怕整个学校就全遭殃了 结果 李云竟然主动解释 披霜是一种有颜色的毒药 它不容于水 因此投入水中会被发现 只有下在面粉里 才不易被察觉 一个学习才睡的小姑娘 对披霜剧毒了如指掌 这实在太蹊跷了 在调查过程中 公安发现的 竟然像一名有医学背景的同学 打听过如何才能买到披霜 至此案情已经基本明了 李云的所作所为 都无疑不在印证着一个事实 他有充分的作案嫌疑 于是公安在6月25日凌晨 对李云的宿舍进行了详细检查 结果真在他床铺下的均绿色胯包里 发现了塑胶手套 以及与食堂面粉中 相同类型的披霜毒药 除此之外 公安还在他桌子的抽屉里 找到了大量的农药 刘三 刀片和锯条等凶器 一个女孩子 准备这些东西干嘛 答案显而易见 不久之后 在药店调查取证的公安 也传回了一个好消息 在郑州市某药店中 李云先后三次使用不同的身份 购买了700克皮霜 人证物证据在 公安马上将李云当场逮捕归案 从案发到破案 公安只用了短短六天 但公安没想到 凶手的身份竟然如此特殊 由于铁证如山 因此面对公安的审讯 这名尚在花季的少女 低下高傲的头颅 李云不仅老实交代了 自己的真实身份 而且对自己在学校食堂投赌 导致803名大学生 食物中毒的罪行 共认不讳 李云在供词中 痛斥着他对世界的怨恨 我有什么错 我只想堂堂正正做人而已 但现在我却满心丑陋 所以我恨死这个世界了 我想要毁了这个世界 原来 李云虽然刚满21岁 但是他在学校里 却早已励迹斑斑斑 刚入学的时候 他就和一个有夫之妇庄某 发生了男女不正常关系 为了长期占有这具年轻的身体 庄某就用花言巧语哄骗李云 自己一定会和家里的黄脸婆离婚 然后娶她 可是 久而久之 庄某却并未兑现自己的承诺 李云当然不甘心做一个小三 于是他就跑到庄某的家里 打闹了一顿 可不料 庄某的妻子 也不是个好惹的主 二话不说 就向学校举报了李云 这段畸形的恋爱 当李云被上了纪大过 留校查看的处分 几乎已经到了 被开除学籍的边缘 但是即便如此 李云依然不知悔改 1992年 他又因偷了同学的钱 被实名举报 最终 学校在忍无可忍之下 就勒令他夏天退学 从此之后 李云就心性大变 他打算报复学校 他想过向同学破留三 也想过用刀具杀人泄愤 可是 这些方式都太过激进 也太冒险了 最终全被他弃用 后来 他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的时候 意外从书上 看到了披霜毒药的注解 于是 他就打算在学校食堂投毒 为了快速获得披霜毒药 李云就打算伪造工章 和证明介绍信 于是 他先后三次跑到一刷场 靠着出卖身体 从一名印刷工人手里 换来了一部分签字 然后 他又撕刻了一枚肿瘤医院的工章 紧接着 他又刻意交好 一名有医院背景的同学 从他手里骗来了几张 肿瘤医院的专用工签信法纸 接下来 就是伪造医院的介绍信 可是他又害怕留下笔记 于是 李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请农业大学的朋友 吃了一顿饭 然后他以帮忙书写 命题应用文为由 假借他人之手 导呼出了一封介绍信 现在外事具备 只欠买披霜的钱 李云多次与学校的点工 发生关系 从他身上敲诈了大量金钱 随后 他拿着伪造的公章印信 先后三次以不同身份 到药店里购买了700克披霜 6月18号凌晨 晨晨夜幕之下 抬睡专科学校 挖赖聚机 李云戴上塑胶手套 拿着700克披霜 悄悄翻入了学校食堂 分别在两个面粉袋子 和制作面条的机器内 投放披霜 为了些私分 而罔顾他人性命 简直就是桑尽天良 作案之后 李云又神不知鬼不觉的 返回了女生宿舍 他清洗内裤 破坏作案痕迹 一直忙碌到凌晨4点 才上床睡觉 案情至此 终于真相大白 李云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链闭环 由公安审核无误之后 彻底定案 李云涉嫌故意杀人罪 北郑州市检察机关 移交法院提起了公诉 涉及803条人命的特大投赌案 李云没有任何身变自白的机会 必须被判处死刑 以警校友 也为不杀不足以西民粪 不杀不足以安民心 不杀不足以明法度 不杀不足以正视听 都说苦海无边 回头是案 如果李云能及时自我反省 认清自己的错误 悬崖勒马 如果学校愿意 给李云一些宽容 而不是一味的 以他个人隐私 为借口进行处分 那么一切的悲剧 是不是都不会发生 只可惜 一切都不能重来 自从 李云为了一己之私 报复学校 毒害803名同学开始 他的结局就已经注定 做错了事就必须付出代价 虽然此案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 但是留下的写的教训 却不可谓不深刻 校园投毒案并不是个例 比如1994年清华大学 朱令他中毒事件 1998年静海一中七仙女案 河南黄川师范投毒案 2013年复旦大学 林森号毒杀室友案 这些案件的共同点 都在于学生的心里出了问题 却没有及时寻求帮助 因此学生的心理健康 绝对不容忽视 必须为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否则一时足成千古恨 诡之万矣 更多精彩案情 尽在你不知道的 真实大案直播间